幾片生魚片配上滿滿蘿蔔絲 市場裡新鮮的鮭魚鮪魚做成生魚片 都深受老饕喜愛 不過有網友收到朋友海釣的大木鮪魚 準備帶回家大塊朵頤 沒想到切開魚身卻讓他飽受驚嚇 魚肉上不滿一點一點白色顆粒 數量多到數不清 幾乎整條魚都有 網友頭皮發麻不敢直接吃 趕緊上網發問引發討論 有人說看了就不敢吃有點噁心 有人認為應該要直接丟掉 因為這些顆粒就是寄生蟲卵 原來鮪魚蟲卵有季節性 在每年春天到夏天前 深海魚經常都會有寄生蟲附著 但是老闆強調深海的寄生蟲 對人體相對誤害 海水的蟲跟我們淡水的不一樣 淡水的會寄生在身體裡面 因此有些老套認為 這些蟲卵其實不礙事 只要煮熟就能使用 專家表示魚類中常見的寄生蟲 大多附著在前海魚類屬於長條狀 但是如果民眾看到這種原點狀 雖然比較無害 但是煮熟再吃確實比較安心 三立請問中志偉 翁家喻台北參謀報導